这在哪里啊 手好痛啊 我被绑架了 醒了 你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绑架我 你快松开我 放开你也行 苏安强 我给了你五天时间 解除婚姻 可今天 是第六天了 什么婚姻啊 五天前 你就是给我发展信的 那个神经病 苏安强 我不管你有什么 阴谋毁迪 让她逼我给你结婚 但现在 你最好主动去找她 解除我给你的婚姻 你 你这个人 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 我怎么和你解除婚约啊 而且 而且你绑架我 是 是犯法的 是别人把你绑了 扔到我家门口 我好心把你送进来的 那 那你快帮我解开绳子 要不然 要不然我报警了 欲擒故纵 你就 只有这点手段 要不认识 你 要不认识 你 要不认识 你 要不认识 既然 我们签了合约 我想 对你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如果错了 你就懂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想起来了 我适合你有婚姻 想起来了 想 想起来了 我一定和你解除婚约 已经完了 早这么说 不就对了 如果你明天还没解决好的话 而你 又被人绑到我家外 那时候 我不一能够帮得了你 你可以走了 记得你的承诺 什么人啊 莫名其妙 妈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不接啊 快点来医院 找女士 妈 你不和我商量 就随便将我嫁了出去 我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婚呢 我不管 我也不管 你敢 你迟早就要嫁人的 反正要嫁人 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不好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找点嫁人 帮家里还债 不可以吗 你弟弟现在是植物人 看病治病 欠了好多债 难道不需要还吗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啊 可是 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女儿啊 你这样对我 你有这个权利吗 妈 你简直 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野狼 我辛辛苦苦 把你拉扯了这么大 还供你读书 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 你真的是无情无义 妈 我的爱啊 我上辈子到底是遭了什么孽呀 妈 弟弟治病签的钱 我会想办法还的 你来还 他们出家 已经答应给我们 两千万的礼金了 你就安心的去住 出家的少奶奶 听话好吗 妈 你这是把我卖了吗 你把事情解决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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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起 算一下啊 我说我来说 这就会有什么事 我还可以说 我去换脑 你还可以说 那我做了什么事 我来说 我给你老是 你拿到什么事 就会有什么事 我来说 你还是在这边 我来说 那我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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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要婚约了吗 孙岚强 我发现你不当演员真的可惜了 我发现你不当演员真的可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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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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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感恩 感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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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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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